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回来说我神故事 由今集开始 我们会讲讲香港的众神 而打头阵的 当然是文明传港的王大仙 每年龙力大随着的晚上 一大帮信众 都会在位于九龙东的王大仙池 排队上头住香 但其实香港的王大仙池 是不是只有一间 同时中所皆知 王大仙本身都不是香港人 那他又是什么人 以及因什么事会承仙呢 再加上这个信仰 又是怎样来到香港的呢 王大仙原名是王初平 在公元328年的晋朝出生 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 据说王大仙自己 说他在八岁的时候 在浙江省金华院的 赤松山一带牧药 15岁那年 他遇到了一位先庸 学习了静修和提炼草药之神 在生意中潜心修炼了40年 后来他哥哥王初起 听从导师的祭典才能跟王大仙见面 当他哥哥问到班牙去了哪里的时候 王大仙带他到山江的东面 用手指着了远处一堆白石 他呼含了一声之后 赤裙转眼间就变成羊群了 王大仙因为长期隐居在赤松山 所以后世人就叫他赤松王大仙了 在1897年左右梁仁甘原名梁华卿 别名叫做人生浩敬夫 他在广东省南海远西潮山林江村 只有在乡间受到教育 大约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 在广州越海关做师爷 即是负责文书工作的洗官 限时就跟朋友一起去玩一下扶机 在1897年梁仁甘扶机了 得道了王大仙降机教导 叫他普世献士 自此就成为了王大仙的信仰者 奉大仙为先师 入道成为道女 获此号为传道 1898年农历8月23日 即是王大仙补责 葡山道女开机求大仙 问是什么地方建道官用来普救百姓 在王大仙同意和指引之下 在广东方圈建了一间 供奉王大仙的志冠就落成了 当时据说 只有梁仁甘道长得到了先佛的感应 令到机不时期到食欲 还辨认到沙上面的机智 所以成为了普济坛的主持 梁仁甘之后得到了王大仙的机智 指广州必定有动劣 于是在1901年回到故乡 广东省南海沿西潮山临江村 再成立了普慶坛 于是出钱出力 而这个坛就在1903年完成工程了 1911年 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曼星政府 在破旧立新 彻底破除封建迷信的浪潮之下 广州市里很多妙语自观都遭受破坏 普济坛的广州王大仙池也不例外 由于中国政局混乱 社会不稳定 于是梁仁就回到南海故乡 但又得到王大仙降机智慈 此地不移久劳 必须向南迁移 1915年 梁仁甘父子梁仁大名王大仙画像 去到了香港宏道 并且在1921年 在九龙足元尊 创立了普尔坛 即是息息月 王大仙征仰自此就在香港有蓬勃的发展 甚至传到去东南亚和美加日大 其实梁仁甘来到了香港之后 先在炸臂街和大大地开坛展旧 再在湾仔大道东 切坛供奉王大仙和开药店 两年之后那里被火烧毁了 又将坛迁移到去湾仔海旁东 其后在1921年得到了大仙降机啟示 拧拧梁梁仁甘去九龙城一带见殿 道里去到足元尊一带的山附近见到这个地方 令寿獨钟 于是在乎姬请示先施 得到了这个地方是此类奉役一地 适合开坛展教 于是就决定建置了 去到一个月之后 识识圆正式成立 负责用来管理这个寺庙了 王大仙寺本身是私隐刀唱 只是被道士、曾磊和家属入外参拜 后来善信越来越多 去到1934年 原方来于当时的庙语条例和租地批约所限 不能够再被民众进去了 后来经过当时华人妙议委员会向华文政务司批准 才准许每年正月初日被善信进去参拜 一直到1956年8月21日 王大仙寺才正式获政府批准 全面开放被善信参拜 对于很多人来说 在香港的王大仙寺 都是指在九龙东王大仙站旁边的王大仙寺 位于九龙东的王大仙寺占地大约18000平方米 这个地方每逢大事大捷 都会有很多人来参拜 而农历新年的时候 这里的人数多到需要警方来维持秩序 其实除了王大仙寺之外 香港还有一间王大仙原青国 它就是位于九龙城长道 占地2万平方英载 原青国里面 当然没有九龙东的王大仙寺那么大 但是除了王大仙的画像和祭坛之外 还有王章和章鱼的奖励 原青国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是香港目前唯一提供扶机服务 给民众的王大仙寺判 善信只要将他们想问的问题 写在红色的信枕上 交给工作人员 过不久就会在侧堂的基童 会感应到大仙的能力 而写出七言律师作为回答 由此可见 虽然王大仙不是香港本地出现的神明 或者这么说 其实王大仙之外 很多香港人的神旨 都是在外地而来的 虽然不可以叫做本地神明 但是王大仙来到香港之后 可以说得上是发阳光大 去到现在 基本上大部分的香港人 都已经将王大仙当作香港的本土文化和神明了 而大仙也在香港东九龙区和蓝景区附近 镇守着香港 成为香港一个口意相传的重要神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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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真有 thinking